问大家个问题 如果说你要想看真的老虎和狮子的话 您会去哪呢 大家可能不用太多的考虑 就会说肯定是去动物园了 可是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农贸市场里面就出现了老虎狮子等这样的猛兽 市民不但能够近距离的观赏 而且胆子大的人还可以上前亲自的去摸一摸老虎和狮子 你就看一下吧 周围居民说几天前一个名叫云飞的马戏团来到这个农贸市场 随团来的还有两只老虎一头狮子和一头黑熊 马戏团每天下午和晚上都会演出一场 为了招揽生意 马戏团的工作人员还将老虎狮子用车运到街道上去巡游 居民们担心老虎狮子引来很多好奇的人 尤其是小孩子围观 万一这些猛兽受到惊吓 这些刚调纤细的笼子能挡得住吗 马戏团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从合肥来的 但这些老虎狮子都是向重庆动物园租借的 但是重庆动物园的负责人却否认了这种说法 记者从派出所了解到 这个马戏团经过了正规程序的审批 但在备案文件里的节目单上 记者却没有看到有老虎狮子表演的相关内容 也没有对表演场地的选址要求做出规定 对于这些问题 民警表示会向审批部门反映 而对于马戏团装载猛兽沿街巡游 以及现场对猛兽管理存在的安全隐患 他们会立即予以制止和纠正 对于马戏团载猛兽沿街巡游